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数剑光自空中纵横交错 一时间剑宗这边竟还占据了些许上风 当然 这主要是因为剑宗剑阵的缘故 这些剑阵大多数都是数千年前留下的 可轻易斩杀道径强者 当然 也有一个缺点 那就是消耗几大 每一座剑阵都消耗巨大 不过此刻已经要被灭宗了 剑宗自然不会去计较这一项 空中唐家大小姐面无表情 她身旁那位盔甲人也没有出手 这是月老阵上说 大小姐 如此下去 我们会损失惨重 大小姐沉默了 月老又说 再让一批强者过来们 唐家大小姐冷冷看了一眼 月老 要不唐族所有的强者都过来 月老犹豫了一下 然后说 可如此下去 对我们不利啊 唐家大小姐 看向身旁的盔甲人 拖住那剑上 盔甲人点头 下一刻 他直接出现在 那月无尘的面前 一道乍响声 骤然响成 唐家大小姐又说 出手 月老等人也随之冲了出去 前骑 这时一道道声音 突然自剑宗下风响起 下一刻 无数剑宗弟子手中的剑 突然冲天而起 碰中 十名唐族骑士 突然站成一排 手举长刀斩下 一片刀光横斩而下 一瞬间 一道道撕裂声 不断自剑宗上空响起 不过 剑宗内 每时每刻都有人死去 弓箭手 九名弓箭手的剑 可以说是力无虚发 除了道警强者 能够稍微勉强抵打之外 其余剑宗强者 根本挡不住他们的剑 不过 唐族这边的强者之中 也有陨落的人 已经有五名唐族骑士 陨落了 剑宗这些剑修的战力 可不是盖的 特别是加上那些剑阵 即使是唐族骑士 也难以抵挡 而从整体来看 唐族占有 武院 武温身旁 赫连天 陈生说 这剑宗怕是撑不下去了 武温陈生说 如果剑宗灭 赫连天看向武温 师尊 武温轻生说 这位唐家大小姐野心极大 如果那件质宝不在剑宗手中 他会对付谁啊 自然是叶玄 而叶玄虽不是我武温之人 却也与我武温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时 他极有可能以此为借口 来针对我武温 而那时 我武温又该融合抵挡 这唐族 赫连天 陈生说 师尊的意思是 相助见宗们 可如果这么做 我一语等于是向唐族开战 武温看向剑宗方向 唇王痴涵呢 不管我们得不得罪他们 他们都必定会来针对我武温的 说到这里 他右手缓缓紧握 传令下去 武温内所有强者 支援剑宗 声音落下 他身心一颤 直接朝剑宗方向冲了过去 赫连天犹豫了一下 然后也是连忙跟了过去 很快 武温的强者 纷纷朝剑宗重去 武温很是清楚 这唐家大小姐野心太大 剑宗王下一个目标 极有可能就是武温 而那时 没有一个势力来帮武温的 剑宗上空 随着武温强者突然加入 局面瞬间发生逆转 特别是武温也启动大阵 来针对唐族的唐族骑士 空中 唐家大小姐 面色变得极为难看 她没有丝毫犹豫 所有人退 很快 唐族所有强者 退到神武城外 而剑宗和武温的强者 也没有追 两方隔空相对着 唐家大小姐 死死盯着武温 武温什么意思 武温弹上说 这神武城不是唐族地盘 还请阁下 带着你的人离去 唐家大小姐嘴角为先 那是一抹冷笑 好一个武温 说到这里 她神色突然间 变得有些猙獰 我看你武温是想给剑宗陪葬 声音落下 她掌心摊开 一枚传领符突然冲天而起 神武城内 月无尘出现在武温身旁 她神色颇伪的复杂 武温兄 武温清声说 曾经之事先不提了 当下要紧的是 一起度过此关 月无尘微微点头 两人看向远处 显然这位唐家大小姐 又要搬救兵了 很快 剑宗上空又出现一队骑兵 足足二十人 不仅如此 其中还有两头 宛若小山一般的巨猿 这两尊巨猿刚一出现 整个天空直接一阵击产 仿佛低震了一半 害人无比 这是唐家大小姐 突然看向那空间裂缝 冷声说道 我的好弟弟 你就这么小气 就不能一次性 给我来多点 这是一名虚幻男子 突然出现在 那空间裂缝中 虚幻男子 俯视着唐家大小姐 这已经是 家族能够给你的极限了 若是此次失败 我的好姐姐 你还要坐冷板凳了 说完 他转身消失不见 唐家大小姐面色冰冷 他没有想到 五院会突然出手 这一下 把他自己也逼到绝境了 唐家优秀的子弟 都可以调动一部分 唐族歧视的 但是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一定要 给家族带来利益 只要给家族带来利益 什么都好说 而一旦付出 超过了得到的回报 那问题可就大了 他现在已没有退路 因为唐族歧视已死了好几名 那些唐族歧视培养极为不容易 可以说每一位都是厚非巨子培养的 当然 如果拿下建宗和武院 还有拿件质宝 就算所有唐族歧视死光 那也是值得的 想到这里 其脸色逐渐阴冷起来 他看向神武城 正要说话 城中的武问突然说到 让唐族见识一下我们武院的底牌 他身后 和连天突然转身消失 树袭之后 武院之中一道强大气息 突然冲天而起 紧接着 一尊超级史相 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中 这尊超级史相 体型比那巨猿还要大上一圈 不仅如此 在武院之中 三名白发老者突然出现 不过这三人皆是灵魂体 无尚 见到这三人 唐大小姐脸色 变得极为的难看 而这时候 岳无尘突然说道 仇剑 声音落下 剑宗后山剑墓指中 十八柄剑突然飞出 很快 这十八柄剑盘旋在剑宗上口 每一柄剑 竟都是造化镜级别 最重要的是 这些剑之中 都蕴含着一道 强大的剑道意志 这些剑都是曾经 剑宗先辈们的配件 凡是那些陨落的先辈 不管他们在何方 只要他们没有传人 他们的剑 就会回到剑宗 而剑宗的先辈们 则利用这些强大的剑 制造了一座剑阵 这也可以说是剑宗 最后的敌派 十八柄剑出现之后 一股滔天剑室 直接笼罩住那唐家大小姐 唐家那名盔甲强者 突然挡在 唐家大小姐面前 不仅如此 唐家那些骑兵 也是纷纷挡住 唐家小姐 危险 这是此刻 所有唐族强者的感觉 而唐大小姐 则神色平静 他看了一眼 那十八柄剑 然后看向岳无尘 到现在才拿出来 如料不错 这十八柄剑应该只能用一次 对吗 岳无尘面无表情 就算只能用一次 也可以 留下你的命了 如唐大小姐所言 这剑阵 只能用一次 因为这是八柄剑之所以强大 全是因为剑中蕴含 剑宗强者的剑道意志 而一旦催动 这些剑道意识消失 那时这些剑 就只是单纯的 造化性级别的神器 唐大小姐冷笑说 要我的命 你是不是太自信了 岳无尘诞生说道 此十八剑中 蕴含十八位 超凡剑圣的剑道意志 有蕴含十八座 超级剑阵 一旦催动 神鬼能杀 若是不信 老夫可现在 就让你试一试 唐大小姐正要说话 就在这时 她身旁那盔甲人 突然说 不可当 唐大小姐看向盔甲人 盔甲人又说 不可当 闻言 唐大小姐脸色 顿时沉了下来 不远处 五问突然说 唐大小姐 老夫不敢说 一定会胜 但是 我五愿与剑宗联手 你就算能胜 那也是惨胜 你带来的这些人 至少八成以上 全部留在这里 甚至可能全部 到那时 我五愿和剑宗 御师聚焚 你们什么都得不到 至于你唐祖 还有强者 我相信 你们并不敢 全军来神武城 你们也是有敌人的 对吗 唐大小姐 沉默片刻之后 说道 撤 说完 她带着 众唐族强者 转身离去 不过 没走多久 她突然停下 然后转身 看向神武城的方向 如果只是你 五愿剑宗 我唐族自然不会 花那么大的代价 来针对你们 但如果 你五愿与剑宗 有那件质宝 说到这里 她嘴角 微微掀了起来 五问 陈生说道 你明知 那件质宝 在叶玄身上 唐大小姐摇头 不 不在叶玄身上 就在你们身上 闻言 五问和月无尘 两人脸色 皆是变得难 看起来 这是唐大小姐 又说的 叶公子 我知你在暗中 我给你一句话 任何时候 我唐族大门 都为你敞开 欢迎你的加入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下集更精彩